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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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鼓手 名 我是主唱 借 我是團長 今天吉他手秀 大家好 我是貝手 鄧 四位好 你好 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你們每個人取得 這是藝名嘛 對不對 說只有一個字 真的很酷耶 而且都是很有學問的字 要不要來解釋一下 這個命名的由來 當初因為其實這個字裡面 你是名嘛 對不對 我是名的 我是鼓手 名就是那個 名名中的名字的名字 就名名中怎樣的名字 名王 名王的名名 名王新的 因為其實這個字在我們本身的名字裡面 都有這個音 不一定同一個字 其實你就是那個小明的名 對 我就是小明的名 就是那個 就看起來不太酷的那個名字 現在變成酷的名 對對對 因為 我想說Rock Band嘛 所以我們老闆就有一個這個想法就是 又有好記 又特別 你老闆蠻有學問的 嗯 算是一開始我們覺得自己還蠻尷尬 然後我是誰 我是名 然後我是戒 是是是 那是要戒陰 所以你的戒在本名裡也有 有 可是不是這個戒 讓我來猜一下 戒會什麼戒 總不會是有戒無環的戒吧 那是什麼戒 戒律的戒這樣太嚴肅了 那是什麼戒 戒口的戒 很少人會用在名字裡 嗯 還有什麼戒 喔 世界的戒 沒有 很接近的 真的嗎 很接近的 喔 有一點像 可是 那是什麼 可以透露嗎 嗯 就是世界戒上面那個 戒律的戒 喔 介紹的戒 對 因為我怎麼忘了這個很簡單 因為樂龍哥學問還不錯 所以我已經講那些難的字這樣 把它把它想難去了 所以是戒律的戒 嗯 那 所以你要你要嚴守戒律嗎 不是不是 我是介紹的戒 介紹的戒 真的嗎 對對對 介紹的 這上面寫戒律的戒 我們都有換一個字 你換了呢 喔 名字打錯了 對對對 那是藝名的 如果說你的藝名是 對對對 是 所以你要比較乖對不對 所以他們也一直叫我 手八戒 不知道要介紹 八戒 八戒 你只要一變胖就被我們叫八戒 了解了解了 那 你去修囉 其實我的修其實就是最基本的嘛 真正本名我的那個修是 修養的修 修養的修 那只是 那個時候公司就把我改成這個 比較特別這個 就是你本來不認得的字對不對 坦白講 五年前你一定不認得這個字 大概知道 因為在讀書的時候有讀到歐陽修 那個修就是用這個古字嘛 那只是 我那時候覺得很好奇的是說 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去查 是什麼 就原來是 素修 就是肉條的意思 哈哈哈 肉乾或肉條的意思 在古字裡面 那你跟你哥也沒有什麼差別 哈哈哈 結果我要介紹一下他們倆是親兄弟 對對對 修跟介是親兄弟 沒錯沒錯 呃你是哥哥吧 對他是哥哥 哈哈哈 大幾歲 呃兩歲 兩歲 好 然後 所以你是肉條的 對我是肉條的這樣 哈哈哈 可是你很瘦啊 哦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字剛好是這個奇怪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那個字 在視覺上還蠻有特色的啦 還不錯還不錯 都還蠻有特色的 最後一位就是我們的貝斯手對不對 對 我是鄧 可是這個應該很好猜啦 應該 你就是姓鄧就對了 對我就姓鄧 可是換成了一個那個 那個馬鄧的那個鄧 欸對對對 我回去我爸也跟我說 你知道你這個鄧什麼意思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你家上馬拆那個東西 是是是 那我只能說我希望是一匹駿馬 所以你就是一個工具就對了 就是一個工具 就是一個辛苦的工具 真的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你的還最好對不對 可是真的很多人會說 欸喔這名字的名嘛 真的很多人會這樣講 真的假的 真的然後就會有一種 有一種 陰暗的感覺 說不出來 陰森陰森的 可是事實上四位 我們看到說你們先進公司已經五年了嘛 嗯 但說真的 好像裡面互相認識有些是更久 對很久 要不要誰來非常惡藥的代表講一下 整個的辛酸史 其實我跟鄧 然後還有以前跟 菲若海的旺東城 我們其實是高中同班同學 然後我們那時候同班就一起玩 玩樂團 高中生就是喜歡玩音樂玩樂團 然後是我們三個組的一個團 所以你們的位置本來就是 對對對 就是貝斯就貝斯 他貝斯我辦的吉他 然後那時候大東是主唱 主唱兼耍帥手 呵呵呵 就是很愛耍帥的一個人 對啊 他就是臉皮蠻厚的啦 我跟他是更久了 因為大東是在高二 高三 他高三 我高一就跟他同班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火聞樂團 對對對 最早的時候取一個團名 然後大家 一起開始玩這個band嘛 然後到了高中畢業的時候 當然大家就是 各自 各自就分散嘛 就是 可能鄧就是去做設計的工作啊 然後大東就是 開始他早期開始 是model嘛 然後我就是去做職業樂手這樣 就是在pop做live啊 做一些場子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最忠於 你的音樂的選擇 對對對 其實我就一直在 維繫在做音樂這件事情上 然後 後面因為一些機會 所以 可能就是 再組 再把這團組起來 然後才 深圳開始 那小鳴 就是鳴 他以前是那個 呵呵 講出了小 雖然講小鳴了 我一下覺得就不酷了 你講出小鳴就小鳴了啦 好 那鳴 鳴 鳴其實是以前我們 就是他跟我在同一個地方 學樂器 學樂器 小時候學樂器 對對對 然後就 因為那個時候 很好玩 你是學鼓吧 學鼓學鼓 我們那個樂器行很好玩 他就是定期會 湊一些學生去表演 熱門表演這樣子 就程度差不多 學長回來表演 不是不是我們是在一個 學樂器的一個音樂教室 然後那個教室 不定期會辦一些活動 就是把學生讓他們去表演的機會 比如說他是吉他手 我是鼓 程度差不多就湊在一起 然後去你們這一團去表演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跟他在 學樂器的過程中 大概就合作了兩三次左右 可是那時候應該都是彈別人的歌嘛對不對 或是英文歌嘛 對就是 就是cover而已 是是是 然後但是 合作就還算滿愉快的 所以他之後就是找我加入了 他在外面的這個團 可是問題是 他有走音樂路 那你呢 因為我小他們比較 多一點 所以你是後來才 因為我在 我一直有在玩沒有說 但是我還是學生 對我在 在加入這個團 之前我都還是 在念大學 都還沒畢業 所以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就變成 是 算是 就變成偶像團 走入了這條 這條 不歸路 那你當兵沒 還沒還沒 你不用 要要要 我現在 還在大學 喔你還在大學喔 所以你是裡面最年輕的 他最年輕 算算 可能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看起來算最年輕 因為其他人看起來 還算滿年輕的 只有一個看起來比較像是 好像有點像技工的感覺 技工 不不不 修車的那個 喔 mechanic 我以為是那個 不是啦 修車的技工 因為 就是 這個看起來有那種感覺喔 有一點點 有那種 有那種美式修車場的那種 制服 可能粗狂一點嘛 對但你是嗎 呃不是 呵呵呵 我我我我我以前是有興趣有去碰過了 喔真的嗎 台車 有去 台車 有去學板金 喔真的嗎 有去學過 對 那現在呢 現在放棄了 現在就是 好好來唱歌就對了 現在專心當主唱 對對對 其實當我這次拿到這個東城衛的 算是六首 欸 六首歌嗎 一個迷你專輯 我聽了之後其實還蠻感動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因為我原來就想是什麼團 哈哈 因為又演過偶像劇 對對對 我就想真的是 拼湊起來 有一點就是 對啊 我想到底會不會唱呢 還是會不會 音樂到底路線是怎麼樣的 也不知道 就聽了之後發現 這還蠻 還蠻硬的啦 對不對 好啊 就覺得火力全開的感覺 然後詞曲啊 我覺得唱 我覺得都是 就是至少那個風格是很明顯的 嗯對 就是你不是為了 像原生代其實還是有一些為了搭配這個 為了那個 可是這個你們就整個的風格 不管是慢歌 我都覺得至少是那個tone調是很清楚的 所以要不要講一下 這是你們本來就想做的音樂嗎 嗯 一路過來 沒錯 其實我們最早 一開始成立這個樂團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 就是能夠 做出屬於自己的風格吧 我相信每個樂團都是這樣的 樂團尤其是需要有精神 是是 他需要一個 呃 信念 對你的信念 就是讓大家很明確知道 喔東城衛就是有一個風格 他也有個信念有個精神 那 那之前我們在原生代裡面 呃都有跟像 曾沛池啊 或者是之前在終極下的時候 也有跟謝爾璇合作過 那當然跟他們 跟不同人合作有不同的火花 可是這一張 這六首歌就是完全是屬於 東城衛四個人 嗯 就是我們要傳達 東城衛四個人的精神 是什麼 來為大家介紹 那其實我們的精神很明確 那就是一種 呃在逆境之中 不被擊垮的力量 往前走 最終的 帶您